好像我们看一下第二单元 证券与公司把那制度 这个单元难度比较大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第一部分 经典试题 咱们上课讲17个题目 首先呢看一下第一题 这是驻款14年考担了一分析题 说大华股费用线公司 于2006年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普通股 总数的话是五亿股 这个数字 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优先股有关系 然后甲义分别持有大华公司 31%和23%的股份 截至2013年年底 大华公司它的净资产是10个亿 告诉你净资产额10个亿 因为优先股两个50% 第一个发行数量不能超过 普通股50% 然后第二个呢 筹的金额是不能超过 这个净资产的50% 最近三个 最近三年可分别利润 分别是3000万元 2000万元和1000万元 他告诉你最近三年 这个平均可分别利润 这是2000万元 这个数字跟什么有关系呢 因为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这种有个条件 最近三年实现的平均可分别利润 不能少于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涉 这是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有一个一年利涉的问题 如果是发行优先股 那么优先股的话 也是呢 最近三年实现的平均可分别利润 不能少于优先股一年的股息 等下看 2014年2月份 大化公司董事会决定 准备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筹资五亿元 他是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这毕竟是2014年的课题 不涉及到到底是专业投资者 还是普通投资者 他筹资五亿元 期限五年 年利率为6% 他告诉你年利率6% 这个数字有什么用处呢 他是准备发行公司债券 五亿元 然后 这个一年利率6% 一年需要支付的利息 是三千万元 但是呢 这个公司最近三年 平均可分别利润 是两千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 肯定是不符合这个条件 然后财务顾问 四位公司认为 大化公司 最近三年的可分别利润 不符合公司债券 就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 建议考虑 其他融资途径 2014年 三月份 大化公司董事会 做出决议 准备公开发行 这个优先股 因为上市公司 可以公开发行 优先股 也可以非公开发行 优先股 并一定方案如下 第一条 发行优先股 三亿股 这行不行 因为 拿三亿股 去除以 普通股 普通股的话 五亿股 因为它是不能超过 百分之五十 它这超过了 这个不行 然后你 募资 五亿元 这个募资五亿元 这个行不行呢 因为它的净资产额 是个一 小于等于 百分之五十 它正好百分之五十 所以这个 没问题 第二条 第一年股息率 为百分之六 此后每年 根据市场利率 调整一次 行不行 因为上市公司 公开发行优先股 这四个特殊条件 必须采用 固定的股息率 每年调整 这个不行 它必须采用 固定股息率 第三 优先股股股东 按照约定股息率 分配股息后 还可以 与普通股股东 一起参与 剩余利润分配 行不行呢 不能 与普通股股东 一起参加 剩余利润分配 2014年四月份 在大化公司召开的 年度股当大会上 优先股融资方案 未获通过 由于融资无望 大化公司股价 持续走低 2014年 4月29号 这个丙公司 通知大化公司 和上海证券交所 同时发布公告 称其已经与 4月27号 与大化公司的 股东丁 达成股份转协议 准备收购 并持有的大化公司 7%的股份 所以这一块 考的是什么呢 大家要清楚 这个大化公司 是上市公司 然后这个丁 它持有上市公司 7%的股份 这个丁 将7%的股份 通过协议方式 它转给丙 站在丙的角度 它所持的股份 是大于等于 5% 不管是达到 还是超过5% 它大于等于5%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丙 它应当在三天内 履行信息披露 我们看一下呢 双方是4月17号 这个达成的协议 4月29号 三天内 波尔炳公司 通知大化公司 和上海证券交所 同时发布公告 这个没问题 与此同时 甲宣布 将在未来12个月内 增持大化公司 不超过2%的股份 那看到这儿的话呢 还需要考清 这个大化公司 这是上市公司 这个甲的话呢 这是上市公司的股东 它目前持有的是 31% 它目前已经 大于等于30% 这是找到当前的状态 大于等于30% 这个公司上市的时期 是2006年上市 然后现在呢 它准备增持 增持的时间 发生在2014年的 这个4月29号 什么意思呢 自该市史 发案之期 一年之内 它并没有增持 一年之后 每12个月 增持的比例 只要不超过2% 它这正好2% 说明什么 它原来是31% 在增持 肯定是超过 30% 但是呢 它并没有 触发 注意呢 它触发 要受过义务了吗 它的确超过 30% 触发要受过义务 但是 因为它是缓慢 增持 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免于 发出药约 所以这一块 是免于 发出药约 这个规定 大家需要清楚 然后再继续看 某媒体 将调查后 记录 说丙公司 与这个义 共同 设一个普通合伙企业 因此呢 义公司 丙公司跟义 构成一致行动人 所以这个说法 对不对呢 因为这个义 和丙公司 它设立一个合伙企业 存在着合伙 合作 或者联影关系 那这种情况下 它是 护卫一致行动人 这个没问题 某媒体公司 在收购丁 持有的大化公司 7%的股份时 必须采取 要约收购方式 所以这个主张 是不是成立 这个大家需要清楚 还是呢 把当事人的 关系 要搞清楚 这个大化公司 是上市公司 义的话呢 它持有的是 23%的股份 现在的话 这个丙的话 从丁手中 收购了7% 他们俩是 一致行动人 所持的股份 应当合并计算 合并之后 它正好等于 30% 它并没有超过 30% 既然没有超过 30% 它并没有触发 要约收购业 因此呢 这个协议收购 没问题 谈不上 必须采取 调约收购方式 该媒体还披露 2014年 4月28号 这个股民A和B 均在亏本卖出 其证券账户中的 全部股票后 分别买入 大化公司股票 十万股和十万股 此前 两人均未买卖过 大化公司股票 然后A的身份 她是股东丁的妻子 然后B的身份呢 与炳公司 董事长C 是好朋友 中国证监会 调查发现 这个B与C 曾与4月17号 晚间通话 联络接触过 说两人 对于此次交易 均未提供 合理解释 有个媒体 披露的情况 不实 然后看一下 题目要求 第一问题 说思维公司 关于大化公司 最近三年的 可分别利润 不符合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条件的判断 是否正确 这个判断正确 因为最近三年 这个平均可分别利润 是两千万元 但是公司债券 一年的利息呢 是三千万 所以它这个 不符合条件 因为最近三年的 平均可分别利润 不能少于公司债券 一年的利息 然后再说第二条 大化公司董事会 拟定的优先股 融资方案中 有哪些内容 不符合规定 并分别说明了 咱们前面讲过 在这个融资方案中 有哪些问题呢 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发行的数量 和超过了普通股的50% 然后第二个是 必须采用固定股息率 不能是浮动股息率 第三就是优先股股股 按照约定股息率 分配股息后 不得与普通股东 一起参加剩余利润分配 然后看一下 这个关于 这个第三个问题 有关媒体 关于秉公司 跟以构成 一致行动人的说法 是否符合规定 他们说过 是符合规定 因为呢 他们两个存在合伙关系 构成一致行动人 然后第四问 有关媒体 关于秉公司 在收购丁 所在大化公司 7%的股份时 必须采取 要约收购的说法 是否符合规定 并说不定 这个不符合规定 他们说过 就算合并计算 正好它等于30% 并没有超过30% 然后看一下第五个问题 说假增持大化公司 2%的股份 是否必须采取 要约收购方式 咱们前面说过 是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它是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然后第六问题 A和B 买卖大化公司股票的行为 是否构成内幕交易 并分别说明理 这个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A跟B的话 都构成内幕交易 先到第一个判断 A的行为 和构成内幕交易 根据规定 内幕信息知情人的 配偶 父母 子女 以及其他 有密切关系的人 以证券交易活动 与该内幕信息 基本吻合 不能做出 合理说明 或者提供证据 排除其存在 利用内幕信息 从事证券交易活动的 构成内幕交易 然后这个B的行为 也构成内幕交易 根据规定 在内幕信息 敏感其内 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 联络接触 其证券交易活动 与该内幕信息 基本吻合 不能做出 合理说明 或者提供证据 排除其存在 利用内幕信息 从事证券交易活动的 构成内幕交易 这个内幕交易的问题 大家需要清楚 这是第一题 到下面看一下 这个第二题 这是筑贯 2015年 靠的案例分析体 说大华公司 是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 主板挂牌的上市公司 总股本 十一股 所以 它的总股本 目前是十一股 公司董事长赵某 通过自己控股的 华兴公司 持有大华公司 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这个华兴公司 目前持有百分之五十 网上公司 是一家 有限责任公司 前卯持有 百分之九十的股权 私卯持有 百分之十的股权 到二人 持有网上公司 股权的时间 均超过了十二个月 这个题目非常清楚 他告诉你 均超过了十二个月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 如果是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讲锁定期的时候 他如果 斯某 持有网上公司 股权的时间 如果不足 十二个月 他这个锁定期 就应当是 三十六个月 继续看 网上公司 最近三年的净利润 分别是五千万元 负的 一千万元 和三千万元 说明什么呢 他最近三年 是连续盈利吗 并不是 这个净利润 如果是像带主板 首发股票 最近三年 他的净利润 均为正数 他出现负数 就会出现问题 注意看 这个网上公司 资产总额 为大化公司 资产总额的 1.5倍 靠你资产总额 1.5倍 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借壳上市 有关系 说大化公司 计划通过 购买网上公司 全部股权的方式 将其收购 还是呢 将购买 网上公司 全部的股权 这个为此 大化公司 董事会 拟定了2号 收购方案 先看 第一个方案 是大化公司 向网上公司 股东 钱某斯某 分别发行新股 9亿股 和1亿股 用于购买 二人 所持网上公司的 全部股票 如果按照第一套方案 我们看一下 给他们去处理 首先呢 这个大化公司 这是上市公司 它目前的总股本 是11股 然后呢 它准备 这个购买 网上公司的 全部股权 其中 这个钱某 它持有 网上公司 90%的股权 这个孙某 持有网上公司 10%的股权 这是上市公司 向钱某 孙某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向钱某 发行的是 9亿股 向孙某 发行的是 1亿股 然后看一下 怎么去处理 先看 这个钱某持有的多 钱某的话呢 是持有的是 这个9亿股 占发行之后的 总股本 是多少 因为发行之前 上市公司的 总股本 10亿股 发行之后呢 它又发行了 10亿股 发行之后 总股本 是20亿股 因此呢 钱某占的 45% 这个上市公司 这个原来的 华兴公司 它占50% 占50%的话 占的是 5亿股 然后看一下 原来的 控股股东 它是5亿股 发行之后 总股本 是20亿股 它持有的股份 是25% 什么意思呢 这个华兴公司 就原来的 控股股东 华兴公司 它丧失了 这个控制权 这个钱某的话 它持有的比例 是超过 30% 它又取得了 上市公司的 实际控制权 什么叫实际控制权 那四个标准 第一个 大约等于 50% 第二个呢 超过 30% 这是上市公司 它的实际控制权 发生 变更了 马上看 是不是构成 这个借壳上市 借壳上市的标准呢 是五选一 其中第一条 这是资产总额 资产总额的话 大于等于 百分之百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网商公司 它的资产总额 是上市公司 资产总额的 1.5倍 所以购买的 资产总额 是大于等于 百分之百 就构成 借壳上市 如果构成借壳上市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你购买的 这个资产 对应的金融实体 指的是 网上公司 它的组织形式 可以是 有限的任公司 或者股费有限公司 没问题 但是必须符合 在主板 首发股票的条件 是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净利润 均为证数 并且呢 累计 要超过 三千万元 对这个点来说 因为这个网上公司 其中有一年 是亏损的 而并不是连续盈利 所以呢 既然构成借壳上市 这个网上公司 又不符合 在主板 首发股票的条件 因此呢 这个第一套方案 最终 踩地来了 行不通 这是呢 这个方案一 行不通 再看 反而 说大化公司 先向 华兴公司 发行五亿股新股 然后华兴公司 向大化公司 支付 15亿元的现金 这是 看一下 这个大化公司 这是上市公司 华兴公司呢 这是它目前的 控股股东 这是定向 发行 五亿股 那么定向发行 首先这个事项 它需要经过 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 做出决议 而且呢 华兴公司 它必须回避 回避之后 该事项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其他股东 所持表决权 三个以上通过 这是第一个判断 然后第二个判断 这个发行价格 这是非公开发行 它的发行价格呢 是不能低于 二是均价的 百分之八十 不能低于百分之八十 那这题目告诉你 我发行价格 为关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均价的 百分之八十五 行不行 只要大于等于 百分之八十 就可以 而且呢 这个定价基准日 要它向控股股东 非公开发行 定价基准日 可以是 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 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日 或者是发行期 首日 所以这个定价基准日 这个三选一 也没问题 然后华星公司 认购的股份 则发行结束之期 十二个月内 不能转让 这行不行呢 这是靠非公开发行 向控股股东 非公开发行 这个锁定期 是十八个月内 不能转让 就是第一块 它先向华星公司 非公开发行 然后再去看 说大华公司 再向网上公司的股东 钱某 发行 四点五亿股 向斯某发行 五千万股 新股 并分别 向钱某支付 十三点五亿元现金 向斯某支付 一点五亿元现金 用于收购人 所持网上公司的 全部股票 看到这的时候 还是呢 一边看体 一边在操稿纸上 把当时的关系 划清楚 还是这个大华公司 这是上市公司 然后呢 这个网上公司 两个股东 第一个是钱某 然后第二个是斯某 他呢 向这个钱某 发行的是 四点五亿股 新股 向斯某发行的是 零点五亿股 新股 同时呢 因为你发行的股份不够 不够的话呢 向钱某 在支付现金 这个现金怎么来的呢 这个现金 是当时上市公司 向华星公司 定向增发 然后华星公司呢 向上市公司 支付了 十五亿的现金 这是呢 这个现金 加股权的方式 那么看到这儿 需要盯住什么 盯住呢 这个上市公司 它的实际控制权 是否发生变更 但在钱某的角度 它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是四点五亿股 发行之后 这个上市公司 它的总股本 是多少 所以之前 它是十亿股 然后像 这个控股股东 向华星公司 它定向增发的 五亿股 然后本次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又发行了五亿股 发行之后 总股本 还是二十亿 但是钱某的话呢 这块是百分之 二十二点五 好看一下 原来的控股股东 这个华星公司 华星公司呢 原来是五亿股 然后 在那定向发行 五亿股 发行之后 这个总股本 这二十亿股 这个华星公司 还是持有 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说明什么 说明上市公司 它的实际控制权 没有发生变更 既然没有发生变更 所以就不涉及到 借壳上市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 单纯的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然后这个大华公司 向钱某孙某 发行股票的 发行价格 为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 六十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均价的 百分之八十五 这个行不行 这个发行价格 是不能低于 这个市场参考价的 百分之九十 这个市场参考价呢 三选一 它可以是 这个二十个交易日 也可以是 六十个交易日 也可以是 一百二十个交易日 这三个数字 必须记住 它在选用的 是董事会决议 这个公告日前 六十个交易日 然后呢 百分之八十五 行不行 这个肯定不行 要大于等于 百分之九十 然后钱某斯某 持有的 大化公司股票 自本次股份 发行结束之期 六个月内 不能转让 这个锁定期 是六个月吗 大家需要清楚 因为这是一个 普通的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不涉及到 借口上市 因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权 没有发生变更 不涉及到 借口上市 所以这个锁定期呢 涉及到 十二个月 还是三十六个月的问题 对这个来说 题目前面明确告诉你 说钱某斯某 他持有网商公司 股权的时间 均超过了 十二个月 这是第一个信息 然后第二个信息呢 不管是孙某 还是钱某 他取得 对上市公司的 实际控制权了吗 并没有取得 实际控制权 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锁定期 是十二个月 锁定期 是十二个月 这点大家需要清楚 当下看 这根据财务顾问的意见 方案一 根本不可行 你们说过 要方案一的话 因为这个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权 发生变更了 然后导致什么呢 又构成 借壳上市 但是 这网商公司 他最近三年 有一年 出现亏损 会有法定障碍 不行 然后方案二桌 又不符合规定之处 哪些 是不符合规定之处 他们前面讲过 第一个是发行价格 是不能低于 那个百分之九十 然后第二个呢 这个锁定期 是十二个月内 不能转让 这个大化公司 董事会 对方二桌 辜负和规定之处 进了修改之后 提交大化公司 股东大会 进行表达 许翰和李某 是大化公司的股东 是由大化公司 五百万国股份 首先需要清楚 他所持的股份 是不足百分之一 持股期限呢 超过了一百八十天 这么一说 马上想到 他进贡的是什么呢 股东代表诉讼 是否有资格 代表公司 一起诉讼 2022年4月1号 在大化公司 重大责任重赌的 股东大会上 李某认为 该次重赌交易 将会对公司 遭上重大部的影响 对此提出一 并投了反对票 最终 股东大会 决议实施第二套法 李某要求 大化公司 回购其所持全部股份 被大化公司拒绝 那么需要判断 他是否有资格 请求公司 回购他的股份 行不行 因为股份有限公司 一亿股东的股份 回购请求权 仅限于对股东大会 做出的公司 合并分立 持有义的情形 这块是合并分立吗 只是重大资源冲突 不涉及到合并分立 所以他无权 请求公司 来回购他的股权 这个考虑 这是大家必须清楚的 再继续看 2022年4月10号 李某 书面请求 这个大化公司 金社会 对这个董事长赵某 提起诉讼 起诉赵某 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 未尽到相应义务 其行为 被公司 遭上重大损失 这个金社会 对李某的请求 无意理睬 2022年5月20号 李某向人民法院 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李某有资格吗 他必须是连续 180天以上 单独的合计 大于等于1%的股东 他有资格 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对这个来说 李某明确告诉你 李某他持股期限 没问题 但是持股比例呢 不足1% 他是没有资格 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好 看一下题目要求 第一问题 财务顾问 关于方案1 根本不可行的观点 是否正确 并说明理由 前面解释过 这个观点正确 再看 第二问题 说大话公司董事会 拟定的方案2章 有哪些不符合规定之处 并分别说明理由 前面讲过 然后第三 他如果实施 方案2 本次资产重赌交易 是否影响中国证监会 申请审核 审核的问题 我们前面说过 有两个特殊的重大资产重赌 叫中国证监会 审核 第一个是 借壳上市 第二个呢 是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这个方案2 尽管不够长 借壳上市 但是呢 他毕竟是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本应当 向中国证监会 申请审核 再看第四个问题 大话公司拒绝回购 李某所持股份的做法 是否符合规定 并说不定 这是符合规定的 因为他是对重大资产重赌 投的反对票 而不是合并分立 第五个问题 说李某向人民法院 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人民法院 是否应当受理 是不应当受理 因为李某的话呢 没有资格 他持股的这个比例 不足1% 它是没有资格 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所以这个 关于一亿股东的 股份回购请求权 还有股东代表诉讼 股东资格的问题 大家必须清楚 这是第二题 当然这个题目 这个难度有点大 但是考生的话呢 应当清楚 好 下个看一下 第三题 这是诸块15年 考的案例分析题 它还是涉及到 重大资产冲突的问题 但这个题 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 而航力发展 是在上海证券交所 主板挂盘的 上市公司 它的股本组额 这个十亿股 主用业务 为医疗器械的 研发与生产 伟业高科 是从事互联网 医疗业务的 有限的人公司 假公司 和乙公司 分别持有 伟业高科 90%和10%的股票 为了谋求 业务转型 2015年6月3号 恒例发展 与这个伟业高科 假公司 乙公司 签署了四方 工作协议 协议的主要内容 包括 第一 恒例发展 以主业资产 以负债 置换那假公司 持有的 伟业高科的 全部股权 它这个资产金额 经评估 是9亿元 但第二点 恒例发展 以这个一元现金 购买乙公司 持有的伟业高科的 全部股权 恒例发展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 革命财务会计报告 显示 期末镜子产额 为17亿元 所以看到这儿呢 还是一边看体 一边在操纸上 画图 你得把当事的关系 搞清楚 这个上市公司 叫恒例发展 它准备 这个购买 这个唯业高科的 全部股权 因为假公司 它是持有 这个唯业高科 90%的股权 乙公司的话呢 持有的是 10%的股权 是从 加以两个公司手中 来买股权 所以买股权的时候 还是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并不是 可没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而怎么处理的呢 像乙公司 直接支付 一个亿的现金 像假公司的话呢 拿它的主业 主业的话 这个资产负债 然后置换 跟假公司置换 这个资产净额 是9个亿 这个最终的话 这么告诉你 这个唯一 这个看一下 这个恒例发展 恒例发展的话 它的 这个 它的净资产额 是17个亿 在这种情况下 那肯定呢 是大于等于了 50% 就构成了 重大资产重组 而且呢 这个 也超过了 超过了 这个5000万元 所以这一块 是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这个没问题 但是这个 重大资产重组 需要中国正将会 来核准 这个不需要 因为什么呢 第一个 它是借壳上市吗 也不属 它没有构成借格上市 而且呢 也不属于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就是不向 中国正将会 来这个核准 当你想想看 说恒例发展 你通过 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的方式 抽集 这个1元 收购资金 因为当时 它需要向 以公司支付 一个亿的现金 然后这个钱的话 它准备通过 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的方式 来筹集 这一个1 并拟定了 发行方案 部分内容如下 第一 非公开发行 公的债券 1元 期限 5年 但第二条 这个发行对象 为不超过 300名的 专业投资者 它是向 专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 这个没问题 仅限于 专业投资者 不包括 普通投资者 但是 那么 这个需要清楚 谁是同 这个专业投资者呢 这个上市公司的 董江高 以及持股比例 超过 5%的股东 是是同 专业投资者 关键问题是 这个300名 行不行 是不超过 不超过 这个200名 在这个数字 这块有问题 再继续看 说董事会 讨论之后 对上述方案中 不符合规定之处 进行了修改 这个恒例发展 召开的临时 股东大会 对资产重赌 和公司债券 发行事项 分别进行了表决 书齐 该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共持有 4.5亿股 有表决权的股票 关于 资产重赌的议案 获得3.1股赞成票 这个行不行 于是呢 对这个重大 资产重赌事项 经表决 是需要经过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 三分之以上通过 对对的来说 赞成票是3.1 表分母的话 是4.5 这是大于等于 3.2 这个没问题 关于 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获得2.3亿股赞成票 该次股东大会 宣布 两项一案 居然获得通过 这个发行公司债券 这个需要清楚 如果上市公司 发行可转债 如果发行的是 可转换公司债券 照样属于 特别决意 需要经过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 三分以上通过 如果发行一般的公司债券 这是 普通决议 普通决议的话 需要经过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 过半数通过 就可以 对这个来说 这个分子 2.3 这个分母的话 4.5 它超过了半数 所以这个也没问题 再继续看 在上述两项发的表决中 持股比例 为0.1%的股东孙母 均投了反对票 对这两个事项 投了反对票 来想清楚 能请求公司 来回购它的股份吗 因为这个股份有限公司 一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 仅限于对合并分立 投反对票的情形 所以这两项 都不属于合并分立 对无钱请求公司 来回购 说根据前述 表决结果 孙母认为 两项局议的赞成票 均未打到法定比 不能形成有效的 股东大会局议 这个主张成立吗 有没有分析过 这两个方案 这两个议案 都依法通过了 没问题 说孙母 还对亨利发展 通过置换方式 出让主业资产 是反对意见 于是呢 要求公司 回购 去持有的 产利发展 全部股份 被公司拒绝 被拒绝没问题 因为仅限于 对股东大会 做出的 公司 合并分立 掏反对票的 才可以 因此无钱 请求公司 比例 比例 百分之零点 一 所以它是 无钱请求 称公司全体董事 在资产交易 在资产冲突 交易中 低估了公司 主业资产的价值 未尽到 勤免义务 给公司 造成 巨大损失 应承担 赔偿责任 已被拒绝 此谋于是 直接 向人民法院 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人民法院 裁定 不予受理 这个没问题 看一下题目要求 第一问题 公司拟定的 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方案中 有哪些内容 不符合规定 并分别说明理由 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呢 不能超过 这二百人 还是三百人 这个不行 第二问题 临时股东大会 做出的 资产重度决议 是否符合规定 他们说过 符合规定 第三 临时股东大会 做出的 公司债券 发行决议 是否符合规定 这个没问题 第四 横力发展 是否有义务 回购 股东孙母 做出股份 这还是考的 一股东的 回购请求权 是没有义务 第五问题 人民法院 对孙母的起诉 裁定不予受理 是否符合规定 这是符合规定的 他们说过 约孙母 没有股东代表诉讼的 那个资格 约他的持股比例呢 不足 百分之一 在这个题 具体的要求跟答案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就可以 好 下我看一下 第四题 这是筑块16年 考的安理分析题 说贾股份有限公司 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主板挂牌的上市公司 2015年8月3号 已有限等任公司 向中国证券会 证券交易所 提交书面报告 中期自2015年7月20号开始 持有假公司的股份 这是呢 从7月20号开始买 到了8月1号 已经通过证券交所的证券交易 持有假公司已发行的 优表就将股份达到5% 所以盯住这个时间 它是8月1号到5%了 就是持股大户 包括制度 就要敲锣锯牌 它应当在该市市 发行之期 三天内 这个三天 所以它8月3号 8月3号的话呢 它向中国证券会 证券交易所 提交书面报告 通知该上市公司 并进行公告 这个时间没问题 而且呢 在这个三天内 从8月1号开始 三天内呢 是不得再行买卖 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特异公司 同时将该情况 通知了假公司 并预约公告 所以这块没问题 这是8月1号到5%的时候 然后三天内 该走的程序 没问题 然后8月16号和9月3号 异公司连续两次公告 其所持假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 分别增加5% 以公司分别按照规定 向中国证券会 证券交所 提交了书面报告 并通知了上市公司 并进行了公告 这个时间没问题 所以呢 还是一边看体 一边在草稳纸上 把这个时间搞清楚 这是从2015年 这个8月1号 到了5% 然后8月16号 这是到10% 然后9月3号 是到15% 这是每增加5个点的时候 该怎么去处理 但这个体 毕竟是以前的靠底 按照现在的规定 还可以靠什么呢 你到5%之后 到6% 7% 每增加一个点 又呢 次日通知该上市公司 并进行公告 但这个体 他没在这进攻 不用多管了 然后接着到9月3号 乙公司 应成为假公司的 第一大股东 持股15% 假公司原来的第一大股东 并有限得人公司 持股百年十三 这句刺激 到了2015年9月15号 假公司公告称 因筹划重大责战重赌事项 公司股票停牌三个月 等技术奖拨 和停牌三个月 没问题 2015年10月1号 假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 审议 并有限得人公司 与假公司的资产重赌 该发案的主要内容 如下 第一 假公司 你向定公司 发行新股 购买定公司 加日60元的软件有资产 这个考虑的是什么呢 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这是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大家看一下第二条 股份发行价格 拟定为本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85% 这行不行了 这个发行价格 是不能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这个市场参考价呢 可以是20个交易日 也可以是60个交易日 也可以是120个交易日 这个85%不行 第三条 定公司 因本次冲突 取得的假公司股份 自发行结束之前 6月之后 可以自由转让 这是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而且需要搞清 这个锁定期的时间 怎么去处理呢 这个锁定期 是12个月 然后什么情况下 是36个月 这是一般情况 怎么处理 如果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有购乘 借壳上市的 购乘借壳上市 这个锁定期 是24个月 和36个月 我想看 说该项就已完成之后 定公司将持有假公司 12%的部分 但是呢 尚未取得假公司的 实际控制权 没有取得 实际控制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说明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权 没有发生变更 因此呢 这个锁定期 锁定期的话 这算是普通的去处理 而且呢 这个锁定期 不是6个月 应该是12个月内 不能转让 然后乙公司 跟丙公司的持股比例 分别降至10%和18% 然后假公司董事会 共有董事 11人 7人到会 因为上市公司 召开董事会的时候 准效清楚 故意召开条件 是全体过半数出席 翻开举行 所以会议召开条件 没问题 在讨论 上述重斗方案时 两名非执行董事 认为 该重斗方案 对购入资产定价过高 同时 严重稀释 老股东的权益 在与其他董事 激烈争论之后 这两名非执行董事 忽然离席 拍桌的走了 未参加表决 然后其余 无名董事 军队冲动方案 掏了赞成票 这个行不行 大家需要清楚 因为董事会做决议的时候 就要经过 这个全体董事 过半数通过 全体过半数通过 这个赞成票 只有五票 全体董事呢 是一个人 他没有过半数 那意味着什么 该决议无效 对吗 该决议是不成立 赞成票票数不够 该决议不成立 并决定于2015年12月25号 召开临时国能大会 审议该冲动方案 2015年10月5号 乙公司 书面请求 甲公司监事会 起诉 投票通过 上售冲动方案的 五名董事 违反忠实 和勤勉义务 遭到拒绝 乙公司 于是呢 以自己的名义 直接向人民法院 起诉 该五名董事 这个行不行 这个乙公司的话 有没有资格 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呢 他进贡的是什么 有没有资格 所以是股份有限公司 两个标准 第一个 持股期限 要大于等于180天 然后第二个 持股比例 大于等于1% 到11月5号 以公司的 持股比例 大于等于1% 没问题 但是持股期限呢 持股期限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最早告诉你 说乙公司 通过证券交易 从什么时候开始买呢 是从7月20号 开始买 可就算呢 从这个7月20号 开始买 实际上7月20号 还未必 到了1% 就算7月20号 开始算 算到10月5号 这个时间 够180天吗 不足180天 所以考试过程中 你就是说呢 乙公司 它的持股期限 不足180天 它是没有资格 一起股东 代表诉讼 2015年10月20号 甲公司 向中国证券会 举报 一公司 在收购上市公司 过程中 存在 违反新 披露义务的行为 中国证券会 经调查发现 2015年 8月1号 至8月3号 物公司 和信公司 通过 证交所的证券交易 分别购入 甲公司 2% 和3%的股份 这个物心两公司 是些均向乙公司 出具书面承诺 同意 无条件 按照乙公司的指令 行使各自 做这假公司 顿的标记权 说明什么呢 说明 这个物公司 信公司 和乙公司 构成 一致行动人 它构成 一致行动人 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 这个乙公司 乙公司的话 它什么时间 到了 5%呢 8月1号 到5% 应当 在该市市 发行之期 三天内 三天内的话 是不得 在行买卖 该公司的股票 乙公司 不能买 这个物公司 信公司 也不能买卖 该公司的股票 所以这一点 大家需要清楚 然后看一下 题目的要求 像第一个问题 以物性公司 在收购 假如的股份时 是否构成 一致行动人 首先判断 它构成 一致行动人 然后第二个问题 假公司 与定公司 拟定的 自然冲动方案中 有哪些内容 不符合规定之处 咱们前面说过 第一个是呢 这个发行价格 有问题 然后第二个 这个锁定期 锁定期的话 有问题 然后再看一下 第三问题 2015年10月1号 董事会议的 盗会人数 是否符合规定 是过半数出席 翻开举行 盗会人数 没问题 但第四问题 2015年10月1号 董事会做了的举议 能否获得通过呢 赞成票是五票 全体董事 是一个 他没有超过半数 因此不能获得通过 第五问题 人民法院 是否应受理 乙公司的起诉 不应当受理 因为乙公司 他的持股期限 不足180天 没有资格代表公司 提起 股东代表诉讼 然后这个题 具体的答案和要求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这是呢 前四个题目 好 关于这一讲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大家可能需要 很多人 请继续